其实我今天本来是不想来的 但是觉得还是来跟你再说清楚吧 之后咱俩就谁也别干涉谁 各国各的日子 挺好 谁也别干涉谁 你造主给别人说你是我媳妇 但你真的不是 我不是你媳妇 你干涉我那么多朋友 不然说你喜欢我 那天跟你朋友出去 然后就一块滑船喝酒 我输了 非让我玩真心话当冒险 我当时真喝不动了我才说的 我喜欢你 说了你还想啥呢 说了你就下来呗 可是小贝 你应该也知道 我也快走了 我在这已经待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最后这点日子还不能让我安生 你走了我咋办呀 我都追了你一年多了 你一个人撂到这儿 你走了你啥意思呀你 是你追的他呀 我肯定了 我上也都说我追了他一年多了 你这么优秀你怎么能追他呢 我就喜欢他 我看他第一面我喜欢他 我能不追吗 你承认呢 我不是在跑咋办呀 那我来我来问两句啊 大葵是吧 是啊主任好 那你为什么选择在第二现场呢 我下去 我觉得意义不大 因为反正我都是要走了 他他身边那些朋友三天两头来我店里 非逼着我和他在一块 然后那喜欢他那男的也来我店里 动不动就黑乎我 恐吓我说让我离他远远的 如果没有他的那些朋友的话 就说这个小贝一个人 这个人怎么样啊 其实小贝他人不错 心眼也还挺好 对我 超级好 真的 真的 其实有什么说人吗 他对我真的还不错 对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下来吧 大葵你答应我 你好像好难受啊 要离开了 按道理来说 你走你不是应该很轻松的吗 怎么那么忧愁呢 好 好